昨天刚出炉的新版东铁计划坚持采纳北部路线 雪兰俄州行政议员邓张青就放话 如果中央一意孤行 雪州政府不会配合征用土地 不过交通部长莱杜斯里·魏家祥就胸有成竹 认为能够取得包括雪州在内的各州政府充分合作 让东铁计划顺利竣工 魏家祥今天在布城出席官方活动后 简短回应 表明这颗球已经来到了雪州政府的脚下 而他相信 州政府最终还是会以人民的福祉为依规 支持最新版的东铁计划 他表明 实际上当局针对东铁计划3.0 一共展开了37场圆桌会议 而雪州就有17个机构参与讨论